大家好,我是玫瑰小刀的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排骨的一种吃法 这个是我刚才买的新鲜排骨 这些总共花了50块钱 先把排骨切成条 然后再剁成大小三棚的段 排骨剁好后,洗去里面的血水 然后往里面抓入几勺淀粉 用手抓拌均匀 站坐是为了去除排骨的血腥味 然后把排骨再次清洗干净 硬干水分备用 锅里倒入少量的油 再往里面加入少量的凉水 加入两勺白糖进去 然后用小火翻炒 就这样一直炒 一直炒到颜色慢慢变成枣红色 然后缓慢加入热水进去 搞匀后关火 炒好的糖色,倒入碗里备用 锅里不用倒油 直接把拎干水分的排骨倒进去 这里要用小火扁炒 把排骨里的水分炒干 往里面加少量的白酒进去 然后往里面加入葱蛋,生姜片,蒜片,零尖椒,桂皮,八角,香叶 炒出香味后再加入少量的生抽和老抽翻炒 再加入刚才炒好的糖色 然后加入开水进去 水刚好淹没排骨就可以 盖上锅盖,转最小火炖40分钟 中途记得勤看锅,防止烧火 下来准备几个洗干净的青辣椒 把青辣椒切断备用 40分钟后,往锅里加入盐调味 再加少量的胡椒粉 盖上锅盖再炖10分钟左右 最后加入切好的青辣椒进去 加入一勺鸡精,转大火收汁 把青辣椒炒至断生 锅里汤汁浓稠,关火出锅 好了,咱们这道排骨就做好了 色泽红亮诱人,香气扑鼻 看着就流口水 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赶快去试试吧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